大家好 上一期序量视频里头吐槽姜文的让子弹飞 那我批评别人或者别人的作品 或者别人作品的拥顿 那我当然要面对这些人对我的批评 对我的吐槽 这是一个再不能公平的事情 所以这一期的视频的目的呢 有三个 公平 公平 还他妈是公平 这我还是戏谑的引用一下姜文的这个话 但是其实我不是为了公平 我不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人间能够找到 他电影里头所倡导的那样的一个公平 而且我觉得那个事情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我那个吐槽视频的标题不就是说 让子弹飞终极吐槽 冒号不真不善不美吗 那其实我还真心的 至少我自己认为 我是试图在真善美的维度上跟大家有这场对话 虽然说效果也没有那么 让如我预期当中那么有争议 我也不知道是说 可能我吐槽的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确实随口说 所以不是那么精彩 也没有引起来足够的这种火力去攻击我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了 但是我其实觉得最大的一个发现是说 我在用这样的一个标题的时候 这个标题本身不是说批评这个电影的本身那个态度 而是说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本身呢 触及了很多人的一些 我不知道是祭典呢 还是说他们心中没有想过的一些事情 以至于他们对这个真善美本身就觉得被冒犯了 有批评的人说 就是说一听到真善美 我就知道有内味了 就是说难道真善美这个事情还有争议吗 就是说你可以说这个东西 也许你有你的真善美 我有我的真善美 但是当我们说只说这三个字 说当我们评价是个事情的标准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话不能谈吗 就是说大家有那么害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所以今天我是头一次尝试这样的一个视频 确实完完全全没有准备 然后我就想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 我这个视频留言底下的这些留言 其实也没有多少 我看看多少条留言 看看 是有569条 我到目前我还没有回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回那么多的具体的话 我也没有都看完 我今天就跟大家逐条的 但是我会限制自己的时间 一个小时内 反正我能够回复多少就回复多少 这是我头一次这样尝试 我觉得还挺兴奋的 好吧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许亮 我人在美国加州旧近山湾区 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 探究人生的意义 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希望你喜欢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分享的方式 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一个即兴的分享 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 甚至有时候流口水的时候 请您见谅 好 我们就进入 现在应该是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42 这个视频确实没有多少流量 18000目前为止发了大概一天多了 然后现在还有17个人在看 也就115条弹幕 数据是非常的一般的 比我想象当中 如果说被称为B站的电影圣经的话 我这样的批评似乎确实是感觉 石头扔进水里 只泛了一个小小的水花 没有达到效果 anyway 我觉得这场对话还是必要的 看看第一个留言 看到最后我释怀的笑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up主觉得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 电影里用荒诞的手法去削减 我这样念太慢了 我就直接读了 大家应该能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个话 大概的意思我理解了 就是说你就是说倡导基督教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 首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误会 就是说其实在我心里头文明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当我们说讲文明 我觉得挺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个人层面的事情 就是您是不是一个文明的人 但是我从来不认为 就是说你简而化之地把一个具体时期内的巨大的一群各种各样的人所形成的一种历史称之为文明有多重要 你爱称之为什么称之为什么 这个其实我的历史的观念 我的历史的观念其实当然也跟我的信仰是有关系的 我认为历史当然很重要 因为他们能让我们所谓的以古见经 然后看看我们的教训 但是这个教训不在于说当时人他的错和对 而是说我们内心的真相 为什么我总是强调说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因为有一些东西它是肯定是亘古不变的 你一共一辈子就能活70岁80岁最多100多岁 所以从你开始认识到你有道德 开始认识到自己存在 开始到你认识到自己会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人都是相似的 研究历史其实在我看来无非是两种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一个叫selection 一个叫connection 对吧 就是说你首先得选择什么叫历史 历史是一个无数个事件构成的 你不能说每一个发生的事情都有值得去研究价值 也许有但是你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你必须只能选择非常非常有限 比如说二战对吧 那二战那个世界世界所有的人都活着呢 每一个人都有他个人史 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可以抽象出来的历史 再放进去战役 再放进去政治家的决策 再放进去之前的前因后果 这事情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事情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简简单单的说这个东西就是某种一种历史 我们只能给它一个view 就是一个观点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 就是文明也是这么个事情 你说在基督教文明底下就没有邪恶吗 从来我也没有这么说过 基督教文明本身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模棱两可 我不觉得我是在试图去用这样的 OK 我可能这个人批评的我的意思 就是说我吐槽了一下电影里头 对那个神父的一个浅薄的塑造 对不对 就是他把它荒诞化 当然这是这个电影的整体的这种风格 就是说一切都是可以戏谑而荒诞 但是我批评的他不是说他只是因为荒诞 而是他极端的滑稽 他是一个表面化的东西 他不具有任何就是说批判现实 批判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批判这些教宗 可以批判这些institutional的宗教 当然可以了 对吧 我本身也是他们的批评者之一 我就说我批评的时候 其实我不觉得说我们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不是你的对立面 我也不是你的敌人 当然我来做这个视频 我本身也没有天真的说我要交朋友 绝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也绝对不是说刻意为了制造敌人 我只是说我们其实毕竟也不认识 我们只是说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在地上的经验 在日光之下我们的认知和经验交流一下什么是真善美 然后你说真善美这个事情一听就让你来气 没有必要 所以我说他主要是说张文对这个事情可能不够了解 所以他的这种批判没有力度 没有意义 OK我是比较看待意义感 后面有人跟帖了 对他们就是说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叫释怀的笑了 而且我第一个留言的这个人写的什么 看到最后我释怀的笑了 我首先特别感谢你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回来 就是我感谢这样的人 你只要能够看到最后我就释怀了 但是我笑我也是带着一个由衷的感谢的微笑 我真诚的觉得说感谢你的收看 我真诚的觉得我做这个事情 就是希望像您这样的人有机会听到和您不一样的见解 当然如果说您的笑我不知道您的动机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 我也挺为你高兴的 所以这个人是说没看他就已经释怀的笑了 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看了UP一段时间 那你还是看了我一段时间 作为大概知道UP作为基督徒的一些思想和心理 他说他成年后在圣经和基督信仰里沉浸了20多年 近些年慢慢看淡了这一整套系统 所以你是成年之后再进行了20多年的话 你应该是40多岁 4050岁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多什么时候成年的 当然只是说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看淡 看清了一套体系 这也是有一点点可惜 就是我们当如果人生去建造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建造了一段时间 然后最后觉得说我好像这个事情没建造对 然后你就放弃了 如果过去这个事情真的是那么错的话 其实你应该多分享一些 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伤害到你 或者让你觉得不够真不够善不够美 其实我觉得能够说清楚这个事情能够帮助到你自己 然后后面有个叫我不说ID名字 他说某种喜爱某种偏见某种呈现都有自我高潮的一部分 我是提倡大家 就是说用词还是要尽可能用准确 就是自我高潮的这个意思 如果你是指的是首颖masturbation的话 是这个意思吗 首先我也不认为 我要如果是说masturbation的话 我没有必要去录一个视频跟大家交流 这很显然是你哪怕你说这是一个可能up主的一种想集体淫乱的一种倾向 都不能说我是其实是自我高潮的一部分 我没有觉得有那么强大的一个叫什么漏音癖的这样的一种快感 但是以自我视角的深度差异批判就略显傲慢了 我还是不太明白 就是说我鼓励大家一定要be precise in your speech 就是你毕竟是写的东西 你像我说我可能有时候说不清楚 那是我口才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写其实你是可以把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它都承载着一定的重量 对吧 你想想想清楚你到底在表达什么 能够让我能够看懂 让大家能够看懂 比如蹦出来的英文词汇 干嘛不说拉丁语呢 这才叫深度才叫地道 我真的不觉得 其实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言语始终是在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 我当然希望说有时间能够学拉丁语 实际上序亮还真的是在学希伯来语 也就是说旧约圣经的原文 原文是从摩西时代一直到现在就没有怎么变过 这是经过考证的 这是一个miracle 这是一个神迹 OK 我又开始蹦英文单词了 可是你要理解的 就是说蹦英文单词呢 你知道说什么 你是觉得说 你的讽刺是说 我希望通过蹦英文单词的方法 让你感觉我有深度 这个事情 当然你首先在诛心了 诛心 it's OK 但是其实我不觉得是这样的 我解释为什么呢 就和你在 比如说你是一个岭南人 你在北京待长了 或者在东北待长了之后 你必然会受到旁边人的影响 你的口音就会变 你会用他们的词汇 这是一个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就是说词汇本身 它确实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就像东北话到海南话 我相信他们之间的有一些单词 它其实东北话里头的两个字 也许在海南话里头可能得需要20个字 才能够解释清楚 它是一个concept 是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我们去conceptualize 就是说你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谈论的很多东西都是抽象的 我们其实语言的发明 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寻求真善美 这三个全部都是终极的抽象的东西 我如果能用拉丁文的话 我关键是我就没有办法跟您沟通了 对吧 就和说我其实懂一点点的希伯来文 但是我不可能说在这个视频分享的里头 过一会就说这个 那也不叫深度 对吧 也不叫地道 地道是说当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抱有一个什么样的动机 这个事情可能更地道 更深度 就是说我说这个话 我的目的是为了说伤害你 是为了显示自己很聪明 显示自己很道德 甚至这些都是错的可能 我们实际上都是一个器皿 在我们信仰体系里头 你都是上帝的器皿 我们只是要去表明 那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 然后我们同时承认 自己是有罪有限有死的 我们都不行 我们都是其实挺坏的 但是就不妨碍我们 用我们最大的力气 去想办法向那个地方追求 这是我想表达的 好吧 这是第一个留言 和他的留言的回复 第二个留言 这个是在讲说 群众的二次创作 也是一种文化 然后怎么怎么样 四大名著也是对前任二次创作 为了批判一个过度解读 过度贬低逆风向而行 也是一种声音尊重 但也不免特立独行的刻意 OK 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就是说刻意没有刻意 我相信我是有刻意的 因为我其实是知道了这个事情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 我才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说我能不能去做什么 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产生了一些想法 这是对的 但是我要说刚才这个留言 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关于二次创作的这个问题 二次创作是可以的 但是我是觉得在我看到的 有一些的二次创作里头 其实他有一些 要试图去绑架原来作品 去指示说 而且我相信他知道自己说的是假的 这是我特别反对的地方 就是你蹭流量 还是得有一定的真的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 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吗 我们只是为了能够博到一点点注意力 而且这个注意力 最后让别人消费的是一个虚假的事情的 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 这和卖假货是有一点点像的 我们去制造一个商品 我们产生一个观点去分享的时候 我们首先自己认为说 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对不对 我不能说做一个说 因为别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东西 然后我只是想把它的表面化东西学来 让别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把这个东西 以那个东西的价格去销售给别人 这是不道德的 对不对 我这还是关乎到我们内心的真相的问题 就是你到底是抱有什么样的动机 是不是真善美的一个动机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当然同时觉得说 这些对这个作品的 有这样解读的人 不都是这样的想法 他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真诚的喜爱 然后这种真诚的喜爱 就会让他把玩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就像我也在做的很多的解读一样 它会有一个倾向 我甚至觉得说 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一个倾向 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危险性 就是说我们会去崇拜一个 其实是我们叫做偶像的东西 偶像不是一个什么好词 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偶像 什么叫truth 什么叫真理 或者是我说的 真善美里头的真 当我们说我们对终极的创造者 去进行一个求索 甚至说我们对那个东西 因为好奇 想去追求的心 这个其实在追求的是真理 你必须得去描向最高的真善美的原则 那你这个事情就不叫拜偶像 就像我们说 除了上帝 上帝不是说在世界里头说 我是忌邪的神 就是说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神 他的意思是说 我是那个创造者 你们不可以简简单单崇拜 我手所造的这些东西 因为大家知道不同的宗教的观念 比如说泛神论 比如说自然主义 就是认为万物有灵 或者是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值得我们崇拜的 对吧 比如说拜个山 对吧 拜山拜水 这个事情难道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人类的现象吗 所以我们会在山上去建一些庙什么东西 因为那个就是说 它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 就人类用一个树木 把它一个木头雕刻成一个东西 然后就开始拜 这是我所反对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去评论一个电影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要描向的是一个最高的 至真至善至美的一个原则 我们谈论的是这个事儿 而不是说我们通过谈论这个东西有多好 以显示就说创造者有多么聪明 创造这一个作品的本身的人 他也只不过是人吗 我们是用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conscious 我们一些对真相的一些认知和这个人去做比较 当我们觉得说和他的一些真相去共鸣的时候 我们去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 但是他的好 他仍然是创造物 更别说这个电影本身还是创造者 做成的小小创造者所创造的一个创造物而已 然后我们把它供上神刊之后 以一个几乎是说不可理喻的一种完美化 荣耀化的方式去实际上也没有去努力的去 把它的意义感拽出来 你可能拽出来一些所谓的历史观念 所谓的你的一些爽感 但这个东西它并没有指向更高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其实同意这样的一种这个话 而且我非常欣赏的就是说 这一次我看到大部分绝大部分留言 我可以说99%的留言 我虽然没有看完 但是我通过我看到的 我觉得说这些观众留言的人 都是有非常一个基本的文明的素养 他们能够至少去用不是说辱骂和特别简化的一些方式 只是为了去trade insult 就是说交换侮辱 但是我也首先你想跟我换 你也未必能够换的来了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说了20分钟了这么一会儿 他是说这个留言是说 这个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就是电影很散 电影的魅合没有 这个和我同意的人 我很高兴 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一个见地 但是我这个视频的目的不是为了这样 所以就有时候的忽略 请大家注意 OK 我看看这个人在说 我不能认同 我们特别要看看那些不能认同 我不能认同的是说 你既说了这个片子用了很多非现实的表达 又批评片子表达的不合理 不现实 既说了表达张慕之只是个正义角色 又批评角色做的某些事不够正义 是邪恶的人 违背伦理 我还是不是特别能够明白 但是我想去澄清一下 就是说我认为 为什么我认为张慕之是一个邪恶的人 是因为说他用尸体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有违于基本的人伦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是很难以去接受 去用别人的死尸去做一些道具 然后他抱着县长夫人的去假哭 也是一个非常不合适的 就是非常权宜的 就是只是把人当成工具 毕竟他是一个人 我们都是一个同类 我相信当一个人 他的灵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肉体的时候 我们仍然应该至少对 他曾经是一个被神圣创造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我觉得这是我不太能够接受的 关于乳师的事情 其实我就今天不去理论化这个事情了 那哎呀 这个我就得继续往下走了 这个下一个留言 精英审美的 精英阶级的审美看不上罢了 顶级厨师给大众做了流水席 大妥爱吃人正常 这个其实说的 我首先不以所谓的精英自居 我完全不觉得我自己有任何精英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兴趣而已 我自己愿意去这么想 我愿意去对我感兴趣的事情 持续去思考 去阅读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跟精不精英没关系 精英更多的时候 是说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 就是说他是到底对这个世界或者资源有多大的控制 那个叫Elite Elite Class 其实是说他可以去创造一个机制 然后他去有这样的一个统育的这种能力 我并没有 我不认为我是什么精英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不同意 就是说是 但是顶级厨师给大众做了场流水席 也许吧 也许但是流水席的这些菜 如果它是一个吃得很爽 但是吃了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拉肚子 或者是说长得很胖 热量太高 I don't know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 下一个越看越想笑 UP讲的还挺乐呵 谢谢 你想笑就挺好的 我当然挺乐呵的 Why not 下一个 首先他是觉得子弹被过度拔高和过度解读的 我看看后面不同意的地方 但是刷到UP的视频 看了一半 我只觉得这次视频在标榜个人的高雅和电影审美的高级 丝毫没有看到真正对过度解读者的拆穿 就像时不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一样 不是中文里没有词汇能解释 而是觉得英文显得自己品位出众 还有就是有个观点 我觉得很荒谬 就是电影的真善美 如果所有的电影都遵循这三点 我不敢想象那得多可悲 挺可笑的 这不只针对让子弹飞 只是针对这个观点有感而发 总之就是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对决 一个极端的高雅者的自白 高雅者和精英的问题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不觉得我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有多么重要 我们活这么短 你干嘛要特别在意别人会觉得你给别人什么样的形象 这个事情非常的不重要 我是真诚的这么想 我也希望就说也许更多的人这么想的时候 我们身边才不会有那么多让你觉得特别做作的 就像你看到我说这个话 你第一感觉就是说我在标榜个人的高雅和电影审美的高级 其实doesn't matter 我确实不觉得事情有多重要 你说我标榜这个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没有帮助 英文单词的事情已经解释过了 当然我其实没有不同意 就是说电影的真善美 所有的电影都追随着这三点 这个是我严重不同意的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起来真善美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要在电影里头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好像文人 都变成活勒风 那是我恰恰觉得是说最相反的和真善美背道而驰的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东西背后 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真善美 当我们去描述人性的弱点的时候 当我们描述人的猥琐和邪恶的时候 目标就是为了佐证真善美的存在 当然这个不是相对的 还不是相对的 我解读的电影里头 低俗小说也好 冰雪报也好 甚至说我说的聊的指环网里头的 那索伦那算什么 那当然他就是一个假仇恶 但是你得知道什么是假仇恶 你得能够准确的分析假仇恶 它的来源是什么 你才知道真善美吗 我一直批评中国电影的主要的问题 就是其实是一个对基本世界真相 和我们内心真相认知的缺失 是说你不知道什么叫邪恶 你不明白你是怎么变得邪恶的 然后或者说你不认为你自己压根和邪恶有关 这事情是最最可悲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那些电影里头 你要么把坏人拍的特别的表面化 脸谱化 这就是exactly这个propaganda 这种所谓的宣传式的东西 是如此的让我们觉得distasteful 根本接受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背后的观念 你认为真善美是相对的 你认为假仇恶是相对的 所以你用自己的衡量 或者说市场用这个绝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个口味 去给予一个所谓的 你想在电影里表现的趣味也好 滑稽也好 幽默也好 一个方向 结果呢 时间长出来之后 因为没有标准 因为要去迎合 你就看到了现在中国电影的这样的一个败向 就是他还不如当年的propaganda的电影好呢 真的 他能呈现那个深度和趣味 还不如小兵张嘎时代好呢 那个是不是有他的那个过去的那些老电影 有他宣传的目的 有啊 但是他有没有脸谱化 有啊 可是因为在那样的电影里头 你多多少少因为一个绝对的绝对的绝对的多数呢 你树立了一个其实是相对的绝对标准 你认为99.999%的人民群众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真善美的标准之后 你在那个体系里头你去衡量这个事情一切都是自洽的 但是那个不是最终的真相 ok当你活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其实需要一个不同的思想进行碰撞的时候 实际上你应该是一个更开放的姿态去面对真正的真善美的标准的时候呢 你说这个事情不重要都是相对的 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事情就是越来越庸俗化 越来越浅薄化 怎么能够说这个事情 电影不是关于真善美的 电影当然是你觉得好笑的东西 实际上为什么好笑 他始终是因为 如果你说你你真的说这个笑是一个由衷的笑 不是被脑痒痒的笑的话 他是跟真善美有关系的 你看看那些真正的好的那些stand up comedians 讲喜剧脱口秀的人 他其实讲的是自己的真心话呀 对不对 他讲的是 其实是他自己内心和对世界真相的一个理解 他只是说平时没有办法 不方便说嘛 在舞台上 他是一个大家更愿意看到真善美的一个体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有这样的空间 他用这样自己的艺术再创造的一种方式 其实要表达的是真善美呀 怎么电影就不是跟真善美有关系 你到底看电影 只是为了爽吗 我是觉得说爽这个世界有太多 可以其他地方可以爽的地方 我不是说电影不可以有简单的massage的功能 但是人确实是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到了人生 也许是跟年龄有关 也许跟你的阅历有关 也许跟你的趣味有关 你没有办法被简单的一个脑痒痒的东西所娱乐到 举起手来那样的东西 我们就没有办法笑 就是说如果说潘长江演那个举起手来 你觉得有一丝可笑的话 这不是品位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反过来刚才有声 你要标榜你的品位 我不想标榜 但是我要说的是说 你要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品位是没有差别的 也就是说美是没有差别的 美大家都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都是一个自己的一种感觉的话 你就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美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 没有标准我们在说什么呢 对不对 我们没有标准 我们都没有必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OK下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好像没有跟我有关系的 下一个这个挺长的 我看一下 如果真的说子弹打到了什么 至少它能让我意识到 确实人这辈子值得当回事的东西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有一两件 而将人当回事的东西 至少肯定不是电影 太阳照常升级之后肯定不是 我对将人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个电影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因为我有I have better things to do OK我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 当你觉得说冒英文单词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就是说你的语会里头 其实已经有多少个是英语的 甚至说其他语的一些外来词 比如说坦克 你为什么会用坦克这个词 你为什么不用拉丁语 你为什么不去用自己的语言去形容 因为没有人会听得懂你所发明的语言 就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为什么你说冰激凌 为什么你说很多 其实你同样的 中国文化有影响的地方 它也会影响别人的语会 那有什么你觉得外国人说了一个偷父 就觉得他是一个中华文明的崇拜者了吗 这不是很虚妄的一个事情吗 就是我们能够说清楚这事就完了吗 话说回来 中华文化在海外最大的一个语言的输出 我认为是阴阳 我认为是阴阳 我也确实是觉得阴阳的这个观念 和西方很多的哲学也好 和他的宗教的一些想法 是非常能够平滑的去转接的 其他的相对是比较少了 希望是越来越多了 武术 空腹 然后豆腐 空泡气厅 这些东西 这个人的留言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真的觉得这部 是作为一部电影层面好的 视频里头说会关顾滚早的人 存在很多 也就是说 如果电影院里头 也可以让大家嗨的 就和看二人传一样的话 也是不错的 对吧 就是说甚至骂街大打出手 这样的电影院 至少我很想去一次 那是你自己的 我是不想去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电影的 它的本身的这个format 这个形式 或者是格式 它确实是应该在电影院里看 但是我同时 我知道这个形式在消亡 而且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但是那个美妙的感受 就和说戏剧舞台一样 它是说大家在一起的一种 共同的感受 我还得蹦英文单词 这是一种communal的experience 就是我找不到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 communal 就是大家是完全穿在一起的 是一个 你知道communal 这个里头有一个圣餐的意思 就大家一起领圣餐之后 其实是说我们都承认 我们是在同样的一个holy spirit 或者是上帝的这样的一个body里头 这个身体里头 然后这是叫communal的一个spirience 在电影院的这样的一个黑黑黑的一个安静的场合 我们当然不希望别人在旁边一直说话 我真的不希望 我不喜欢在电影院里头 别人一直说说话 把那个零食的包装 弄那么大声音 吃起来东西 我觉得这是对别人的一个缺乏尊重的东西 我们去那个地方 本来是说 我希望能和我这些不认识的人 一起有一个这样的零里头沟通的体验 我们能够对同样的一个戒指 对他的真善美发出我们由衷的一些反应 当一个电影出现极其让我们震惊和感动的 深层次的感动的时候 电影院里是绝对的安静的 就对了 是一个完全的彻底的沉默 你就知道人们被深深打动了 所有的人他都不得不放下其他所有东西 因为他的注意力百分之百都在这个事情上 他被一种他不能够完全了解的力量 深深的打动抓住了 这是类似于宗教的一种体验 但是他当然他还没有办法和真正的宗教体验相比 但是很接近了 然后当我们去发笑的时候 当我们去流泪的时候 这是一个共同的体验 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在谈论这些电影文学 谈论甚至时事 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 谈论生活中的小尴尬脱口秀 我们其实不只是为了说简简单单的去放松一下 可以 你能不能达到那个效果 可以 但更深层次的放松 是能够达到一个内心真相的程度 你为什么会觉得说看了一部好电影的时候 看了一部好书的时候 你付出那样的努力 对吧 看的时候也是觉得有时候 你也需要全神贯注去看他 其实不容易 很累 但是当你结束后 这就像健身以后 你获得的那样的一种满足感 是其他东西没有办法所能够体会的 如果说只是为了在一起说看看别人是多么疯狂 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真相 那就是说当我们表现出来人的这种狂笑也好 或者说滋意汪洋也好 我们甚至说愿意像您说的大打出手也好 那个其实不能够代表我们的真诚 那个东西恰恰是我们被一些其他的spirit 其他的精神所占据的一种不合适的一个表现 这个下来的上来就叫我虚量老师 我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被叫成虚量老师 我甚至特别讨厌 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文化里头见人就叫老师的这种文化 大多数叫的其实都不是很真诚 我所观察到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我有资格去当大家的老师 OK这个观众的分享是说 这个电影看了很多遍 然后他弥补了大家模糊的历史 然后对近代史产生兴趣 说姜文脑子里头有历史 所以有这样的追捧 姜文老师 我这样说话也不是很正常 姜文脑子里头是不是有历史 我不是特别关心 而且你要说有历史 谁的脑子里头又没有一点历史 这个历史就是说什么叫历史 还是我刚才可能没有说完 selection 选择一部分的东西 我们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的 实际上很多的事情就是a priori 这是一个其实确实是已经有这样前置的一些东西 已经我们是根据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在去做事做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真善美是如此的重要 它是一个最基础的我们的一个标准 其实就是我所讲的 就是说什么是上帝 上帝是否存在 上帝如果存在 它是什么 它所表达的 它到底它希望它的意志是什么 如果我们假设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创造者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解释我们是怎么来的 你不能说你是进化来的 我觉得进化来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太多的事情 我就不在那展开这个事情 历史的另一个东西还叫connection 就是说你得把这个东西和其他东西连接起来去看 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孤立的 我们人之所以有今天不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十年 这几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 而是说我们既然说到的是一个历史 它是一个在一个历史的上下文之内的 我们得找到这些彼此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什么东西使得这些事情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得承认就是说有一些力量 这个力量要么是美善的力量 要么是邪恶的力量 对吧 它一定是有是在价值的一个互相的摔跤的过程去形成的 那如果我们只是说看待比如说新中国的这段历史 我觉得也许江文老师的这个更 他脑子里更不像是一个历史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他更在意的是某种程度上也许对某一些东西的失落感 对某一些东西的一种荣耀化 很多话当然也不方便在这说了 OK但是我觉得你对历史有兴趣是好的 可是什么是历史 我觉得你还是得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 就是说哲学本来的意思是说去追求智慧 因为说不追求智慧的话 你也就没有所谓的科学 没有所谓的这些能够各从其类分门别类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的积累 对不对 但是在追求智慧之前 是不是还是有一个真善美的标准呢 追求智慧在我跟大家分享的老无所依的里头 我用的是传道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去分析的圣经里头旧约的一本书 那这是所罗门王写的 那本书里头基本上在讲 就是说其实追求智慧也是一场虚空 那最后它的结尾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虽然它是一本智慧书 但是它同时其实是在智慧书里头去消解了 就是说智慧 当我们说的日光之下的智慧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虚空 是一个不确定抓不住也没太大用的 它虚空的英文单词很多 原来叫翻译成 vanity 就是一个空的东西 后来vanity就变成了一个骄傲的意思 就是vanity fair 名利场内杂志那个意思 还有一种翻译方法是pointless 就是说这东西没有所指向的东西 到处指 就是说智慧智慧智慧 你看到处都是智慧 但是你其实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智慧是指向真善美 才是你得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标准 去把这个东西收拢吧 否则的话你讲你的智慧 他讲他的智慧 那首先说大家这不就是冲突的一个来源吗 那到底什么是真善美呢 我说了那么多 好像别人一说 就是这个东西又是那位 那位就是说 我问你们就说 你觉得说一个纯粹的爱 是不是真善美 那什么叫纯粹的爱 你觉得爱是不是可以去让你去讽刺 就是说他爱 爱算狗屁对不对 爱就是邪恶的 爱就是恨恨就是爱 就像那个彭克歌手 叫什么玛丽莲曼森 是吧 他有一首歌或者是演唱会 他吼叫什么 他就是一个在这样的基督教文明里头 生出来的一个产物 一个这样的人 你也不能说他是monster 他就是个人而已 他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流量来包装自己 他那演唱会上和他的粉丝吼叫的是什么 we love hate we hate love 这就是他试图去模仿魔鬼的声音 在这方面还挺成功的 就是说你非得说爱就是恨 恨就是爱 真就是假 假就是真 黑就是白 白就是黑 丑就是美 美就是善 那不就是最后就成了奥维尔讲的那个东西 真理部吗 对不对 战争即和平吗 对不对 然后这是谎言即真是真理吗 这就是你想要的社会吗 这就是你想要的人间吗 然后你还在那抱怨人间不公平的 谁制造了这样的不公平 是你的标准模糊了 以至于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公平 所以当我说这个电影说不好的时候 恨的其实我讨厌的是那个他自以为是的公平的感觉 公平公平 他妈是公平 当不许怪 走的时候当再开一枪 就是说我手里有枪 听老子的 你们你们这么这么不识相的 赶快给老子文明起来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爱的影子 这个东西和你们想要追求的真相太远了 OK玩梗 我就说我确实不觉得这个梗很好玩 就是说恕我没有这样的胃口 我就觉得这里头的梗是非常尴尬 就是非常非常尴尬 我觉得说我替他这样的一个intellectual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所尴尬 这个词我还必须得用英文说 我劝你也学学英文 因为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因为它不同的语言 其实给你不同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对这个事情 你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看法 这东西没有办法简简单单的翻译过来 它对应的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么简单 它不是为了所谓的显示 好像什么很高深 什么叫intellectual 给我翻译 给我翻译什么他妈的叫惊喜 我就觉得说这叫什么台词 这叫什么梗 而且那段戏拍的是多么不节制 那段话它一段一段去升级 只是在加了一些粗话去升级 我不认为它每一句话 能够带出来一个更新层次的信息 就是我是觉得在电影制作上 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糙的 不好玩的梗 确实是闲的 OK 这个后面讲到的是说 尼海夏老师 这个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讲到的 神的存在有很多地方 可以获取学习 而不只是让子弹飞 将而这一条路可以走 again我不知道这是 我就不评价 我完全不懂的事 这个叫什么 评论两边互相攻坚 没有 这念什么字 我忘记 怎么念了 一碗粉两碗粉 大家自己吃下去 多少就是多少 一个共识 也不是这部电影能够形成的 没错我同意 我同意 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完全同意彼此 我们we agree that we disagree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话 我们同意我们可以保持不同意 这是基本的一个所谓民主的精神 或者共和的精神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彼此想的不一样 我就要非得去整得你死我活 但是思想仍然是交锋的机会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这样能够保持思想交锋的自由 这是格外重要 所以我也不希望我滥用这样的自由 所以我也不去试探各种各样的底线 我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共同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吗 说的好像挺大的 但是这个是真实的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践行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在现实情况之下 能够让我们自由保持现状甚至扩张的一个机会 而不是说上来之后就用一种自杀式的攻击 就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所失去了 下一个说 我觉得电影大受追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江文在说台词的时候的那种气势 这个我同意 我相信就是说很多人喜欢他 就像我的很多同时代的人喜欢古惑仔是一样 就是说当山鸡是吧 那个演员我忘记叫啥 山鸡对着这个叫什么 舒淇对吧 那个角色他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好我叫山鸡鸡巴的鸡 对吧 然后这句话我就在那个年代 我就是觉得说这有什么 这就是说古惑仔 但是这个东西不值得羡慕 我也从来不会去学习这样的东西 但是就有很多 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的同辈 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好酷 我觉得一样的 就是说刚才我在前头说公平公平 还他妈是公平 我觉得就是这种气势本身 因为他挺性感 然后这种性感是非常表面化的一种性感 这种阳刚之气是非常非常虚弱的一种阳刚之气 就是说这是我对江文 电影的另一种透槽 就是说他的这种masculinity 这个羊叫什么雄性的这种气质 确实是挺做作的 包括电影里头的动作的这种让子弹飞 所以他就用很多快剪的这种快速剪辑的桥点 卡卡卡 就是好像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能让这个电影更有暴力输出的快感 然后很多仰拍这种角度 就是他是一个极端的斩钉截铁的态度 我对这个角色最不满意的 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独处的时刻 几乎就是说他唯一一次独处的时刻 我记得他跟小六子在试图去讲说六子怎么怎么样 我现在想清楚了原来跟他们玩不起 现在玩不起我也要玩到底什么的 然后后面就说弟兄们就又进来 其实就是说在那个镜头 弟兄们还没有进来之前 他那个表演他完全是一个在给观众做的表演 他完全没有说让我们看到这个人 在一个最真实的状况下应该是什么样 一个人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我觉得是电影如果有一个强主人公的话 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现在的唯一独处的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结尾的斜阳之下 骑着马 然后古道西风寿 是吧 断肠人在天涯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这样的一种自我美化 我认为英雄确实是应该是落寞 而且是真诚的落寞 而不是说那样的一个 again 就是我个人的不喜欢他的假阳刚的地方 OK 然后阳光灿烂日子和鬼子来了 那当然是比让子弹飞好太多 好太多 我为什么觉得说这个电影这么让我失望 就是因为前头其实那么还是相当好的 相当胆大 相当 他没有给自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不是电影发销表 有是一个近代史票有 他说电影的限于题材是不能严肃的 真精确的传达复杂信息的 这个是我完完全全同意的 确实是我认为 电影不应该再作为宏大叙事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那个是永远都无效的 我从来认为电影是一个非常 在个体的灵魂层面去工作的一个事情 他不 就是说当电影变成一个赤裸裸的宣传的时候 他试图去表达某种集体主义的时候 比如说我所痛恨的战狼 或者是也算不上痛恨 我甚至都没有看完 就说这种东西 他所销售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虚假的 让你们去简单的去嗨的一个东西 他是没有去让你们 电影这个东西本来最好的 他是通过情绪和这种 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听到一个东西的直观感受 就是说我们没有直接再去解释这个东西 而是这个东西让我们感受到什么的那种真相的东西 他是在个体的层面工作的最好的 然而其实这个电影就恰恰 他不希望在这个层面上去工作的更好 他想给你讲的那个东西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学者 根据严谨的东西进行交锋之后 最后形成的共识的东西 当然你说每个人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历史观 说但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你又不是这方面特别特别的 而且我还知道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OK商业片看的看的开心就够了 可以这么说吧 但就关键是说我看的不开心 就像说你说丁盛拍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也看了几眼 你那能开心起来吗 你就说有任何地方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好玩 让我们觉得说精神愉悦精神爽 没有就是说这都行 对吧 你这也太糊弄了吧 你能把我们当成傻子当成什么程度吗 而且他那个导演的本身非常的傲慢 对吧 说现在的观众没有兴趣去阅读 就您编的东西 您根本就没有需要人去运用 intellectual的能力去进入的 根本不需要 您就因为您本身就是没有投入这方面的努力 所以对 我觉得他没有放进足够的努力 这也是我对让子弹飞的一个批评 就是我知道他可以努力到那样程度 然而他没有 这是一个挺偷懒的事情吧 阳光富裕的那个年代 反 叫什么 反直觉的美好 以提醒观众 记忆不可靠 记忆是可被塑造 人是会自我欺骗时 他就已经做到他的极限了 或者说电影能做到的事 也到极限了 只是想强调一件事 隐喻本身是对你所了解 所谓真相并没有直接帮助 我们有不同意 我觉得说记忆确实是 它是一个相对的真实 它不是和我说的真善美的真实无关的 实际上我们确实是 我们的记忆是在不停的被新的体验和体会 富裕不同的意义的 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当我们讲到自我救赎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救赎的还有时候是还包括过去 甚至包括我们的父辈 这是一个真实的 等一下我记得有一个留言讲到心战的那个事情 我们在讲那个事情 我们真的是说在很多的已经有的过去那样的一个处境下 那个东西留给我们的实际上是一种感受 是一种情绪 比如说我们觉得特别美好 特别受伤害 痛苦 那个事本身其实不如我们那个感觉重要 但是那个感觉本身 他还有时候没有上升到一个我们对一个所谓的个人历史的一个认识 就是还是我们的记忆是selection connection 我们在选择我们的部分的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处境进行一种连接 然后从而呢 实际上在寻求意义感还是真三美 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寻求到意义的时候 怎么样去conduct ourself 每一天怎么去活出来 那个事情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比较接近去往真三美方向的一个可能性 民国三部曲 我后面我当然就不看了 我拒绝看后面的电影 真的我也看到朋友们朋友们和以前的同事们发的时候 这是什么玩意儿 那一定的 这是一个slippery slope 这是一个很斜的poor 当然一个人在intellectual的层面上腐败堕落懒惰之后 很多事情滑下去的很快的 原来所有的你曾经认为的美好 很多时候你就按这样的你一个不去再继续求真求美求善的过程中 你就发现你后来做的事情越做越烂 越做越没有意义 越做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人生 我这活了好像越活越没有意义了 对吧 甚至你迷失了 会的 那个是一个毕生的一个工作 电影本身不出彩 结合时事就不一般 我就不说时事了 我不想去 无以抬杠 重在讨论 一切审美都是带着很强的主观色彩的 我也是一样 我从来欣赏不了 宫崎俊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说国外影评人环境的影响可能不大 我看大战门 没问题 我觉得审美是有主观色彩的 我说的真善美不是说我们自己认为的真善美 而是说我说的是终极的真善美的可能性 而且我们试图去寻找那个绝对的可能性 我不是说我们的审美 我的审美就是绝对no 我当然是一个非常无知有限的人 我当然有自己的偏见 我当然有自己的偏好 rightfully so就和你一样 所以我不在品位层面上去说我一定比你强 但是我同时得说品位是有差异的 品位是还是有高有低的 就是有高有低 这个高低甚至不是一个说高就好低就不好 而是说他的每一个 比如说所谓的低级的快乐 这个快乐其实本身指向一种意义 就是说这个快乐是一个什么意思 对吧 他是不是后面掺杂了很多的人的罪行 你说快乐有错吗 这个没有办法这么回答 这是错误的问题 那你说赌博是不是会给人快乐 会的绝对会的 我年轻的时候可爱赌博了 你知道吗 赌博那是一种绝对的成瘾的东西 赌博是那个你都不是为了钱 甚至不简单单单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赢 那个多巴胺上脑的时候 你当你压住的时候 你那种对不确定性和安汤 许格尔一样扔硬币的那种快感 是无比强烈的 它是有差异的 我们说品位不好的时候 实际上是因为指向后面那个意义感 没有指向那个高端的真善美 就是说终极真善美那个方向 而是你是pointless 你是一个虚空 你到处指 甚至你认为指向了一个邪恶东西 你都是说这东西好 是在那个地方 好像这次大家真的是留言非常的客气了 这有一个什么土地开什么花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角度不同 看法自然不同 小布尔乔亚如何能同功能共情 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 是吧 就是说一切我们都可以放在一个所谓的class 其实就是班级 英文单词 人家就是说的class 就是你大班小班是吧 就是六年级五年级三年级二年级 他当然我知道说的是阶级了 但是一个词一个类或者说class也是类 我不这么看待 我认为人没有办法简单的归咎于几个身份符号 就像我为什么讨厌所谓的女权 对吧 这个词本身就是翻译的也是错的 然后我觉得被误解的 然后被运用的都是很多很成问题的 就是我不能简简单单的 把人用这样的一个外表化的东西 甚至这个性别这个红高不是一个说完全是 就是说需要去被这样跨越的 就是一定要分成这样两种人吗 我们难道岂不是看重的更是这个人吗 当我们去寻找一个伴侣 如果你是异性恋人的话 我们更在意他是不是一个好的人 是不是一个真善美的人 而不是真善美的女人 当然我们希望异性恋还是说 他是女人 但怎么就能够说 这人是知识分子 这人是小布尔乔 这人是工人农民 那只是你的社会身份中 无数种的一种 我们人和人没有完全没有两个人 可以想的是完全一样 在任何价值判断上 我们都可以出现冲突的 对吧 可以有很多很多冲突 连这个电影 我们都可以出现这么多不同的冲突 就足以说明我们每个人是独特的 我们被造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独特的 你天下就你一份 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在灵魂上是因为我们被造而平等 如果说根据阶级 根据你的出身 根据你的容貌 根据你的地位 根据你是不是聪明来分 这个世界当然就是可以分成阶层的 但是我们都是son of god 这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才能有这样的平等 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吗 我非常不喜欢用 就是说好像我们就是因为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就必然有什么样的观念 我确实不认为 那你怎么去解释所谓的布尔乔架阶层里头 就会有很多的人去怜悯穷人呢 你怎么就能够解释出来 其实在穷人家里头很多的孩子交涉淫逸呢 对不对 还记得很多年以前那个追求刘德华那个女生了吗 他家里头穷得要死 对不对 但是他家人把他捧成一个小暴君 那他在他那个家里头 他怎么能算是一个无产阶级呢 他在他那个家里头 就是一个比一个暴君还混蛋的小暴君吗 人不能够简简单单这样贴标签 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 这就是说电影是跟每一个人说话的 而不是根据用一个宏大叙事来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一个确定性的事实 你在这个里头找你内心的真相 OK 大部主还是更多的从所谓的真纤维层面去解读 但让子弹飞逝把阶级斗争和革命 通过简单而且荒诞的包装之后献给观众 阶级斗争首先我就不同意了 革命这种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轻言革命呢 你知道革命这是我们只有野心家才去想的事情 革命是要流血的 革命就是要去说 其实是在被什么东西驱动 不是被公平驱动 是被嫉妒驱动 被仇恨驱动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革命是极端残忍的 当我们人因为周边的人突然之间你就不认识了 突然之间他所能够输出的暴力 他的残忍让你不由的觉得说 我确实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真相 没有真善美的时候 你也就同时加入他们 我们就会人类就会制造无数个悲剧 群体性的悲剧 这恰恰是因为个体灵魂被历史形态所捆绑之后的一个结果 真善美 但是不要说所谓的真善美 我说的真善美不是那个所谓的so called 而是说大家都要问一问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但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他是真的他什么是真的 但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是美的什么是美的善也是一样的 就是其实我们说的是牺牲爱和牺牲 就是说当我们说到创造救赎的时候他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意去做的 我们创造的时候是带着爱去创造的 我们是带着意义感去创造的 我们要创造一些美的东西 因为丑的东西不需要你创造 他无序就是丑的 从某种程度上 你这个世界上还缺 你还觉得说我这个世界上不够混乱 所以让我来创造一些混乱 这不就是魔鬼的工作吗 我们就是要创造秩序 创造秩序的时候他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 涉及到一个所谓的hierarchy的事情 就说刺激的美表面的美 然后更深层次的美 然后终极的美 我说的这个东西我相信是存在的 只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些事情上 用这地方可以允许的方式去讨论罢了 然后看看这些 这期视频有点咬文嚼字了 单单只分析人物行为的动机 要是电影逻辑很严谨 有一两处的剧情逻辑上的问题 这么分析还有点意思 但子弹明显不是 那意思是理解是 就是说让子弹飞明显 其实就不讲逻辑 对吧 就是说他本身 他没有试图去让我们觉得说 去可以相信这个世界 所以我这样批评就有一点点没有必要 但是OK 那好吧 那这也总结了我对这个电影的评价 就是没有道理 不make sense 然后totally就是一个滑稽剧 这是和我的观念其实也是一样 作为商业片来说 无疑是非常合格的 商业片可能 首要的道德就是说 当然得对得起投资人 对吧 就是说人家给你钱 希望你能够赚回来钱 然后你赚回来钱了 所谓的就是说跪着把钱 站着把钱也能挣了的事情 我没有批判他商业上的问题 我也没有说这个电影 应该把它禁掉 对吧 我只举双手双脚反对这样的暴君的 我觉得应该让这样的电影自由的传播 但是也让我们自由的谈论 对不对 我们谈论的不是他的商业的价值 好像更多的还是和我观念也差不多的 至少我们没有矛盾的地方 说一个不用深度解读的地方 把黄四郎真黄四郎变成真提神的手段 无论在剧情的收缴上 也对人心的剖析上都很丰满 比很多流水账电影好太多 好吧 有的人说过你是真敢 这有什么怕的 我不觉得 当我们觉得心里头有一个自己的原则的时候 你可怕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一点都不勇敢 首先我确实不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有任何勇敢的地方 就是一个让子弹飞最大的问题 这些都是基本上也是在不喜欢这个电影的东西 合成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什么批评的呢 标题改成真善 那个美 你换个字上下结构 上边是认 下边是心 就是忍是吗 哇 你这太坏了吧 说白了 这也是在批评这个事情 刚的琴 其实刚的琴 我个人也不觉得说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比同时代的电影好很多 我觉得是剧作的问题 就是说让我们最后 我们不能够深度的跟那个爸爸和他那些工友去共情 我看过 而且我还仔仔细细看过 而且我当年我记得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 碰到过这个电影的制作人秦海露 秦海露是制作人 东北大杰大 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 专访了他一下这个事情 但是也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好吧 周星驰电影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好像亮哥看到你 很多视频 但今天视频中提到的 人难道追求快乐是一种错误吗 我还是感到惊讶的 因为我一直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活 一直秉承着这种生活理念 难道一切的追求的终极目的不是让自己快乐吗 我有些困惑了忘解答 那就解答一下吧 我确实认为人活着是不是为了追求快乐的 因为这个快乐你追求不到 你追求快乐的如果终点就是一个死的话 怎么能快乐的起来 你这个快乐是有一个终点的 而且你知道就说有很多的快乐 在你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追求不到了 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头讲的 就是说年轻人 你要在年轻的时候 与你的年轻的妻什么 要怎么这么欢乐 对吧 可以去听听好的音乐 去看看世界 享受你应该享受的 日光之下的人应该配得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这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 但是这是年轻吗 你终究你还是要走向一个说 要寻求意义感的事情 快乐看你怎么理解快乐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从得到一种 浅层的持续的快乐的时候 首先我是我的经验里头得不到 就是说怎么能够让我们 不去付出任何的很多的努力 就可以得到的一个快乐 比如说我就一直刷剧 我就能快乐吗 我相信我如果看上一天 我就会觉得心里头非常的难过 觉得很空洞 觉得我浪费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因为我们好像被赋予了一种责任 这种责任在家庭观念里头 我们很容易理解 因为就是说我们这是涉及到爱和牺牲的部分 我其实上帝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血缘的天生的关系 让我们理解 其实家庭本身就是试图让我们理解 真善美的一个很好的场所 那更大的实践是应该说你应该爱乌及乌嘛 是吧 然后你应该去以己夺人嘛 要开始所谓的其身修身 其家治国平天下嘛 对吧 你把自己家庭里头爱和牺牲的这些顺序 秩序都搞定了 人和人的关系 其实在一个真善美的维度上是和谐的时候 你是应该再把自己的邻舍和邻居 也让他们和你有这样的关系 然后再下来才是国家 再下来才是世界 对不对 但这是一个就是说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做的事 但是你怎么能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头 我们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 你追求自己的快乐是以什么样为代价 难道说我们的快乐很多的时候 不是说建立在我们对别人的爱和牺牲之上 那是一种真实而长久的稳定的快乐吗 施比受有福 这个话是绝对真实的 我们不可能是只是说通过自己 满足自己的那些pleasure 就是这个爽 爽和快乐一样 这是一个需要去定义这些东西的东西 之前听评价三体的一期 然后再看了这一期 基本可以归类为没啥水平硬凹 哇 谢谢 谢谢提醒 我也觉得我吐槽的不够好 谢谢亮哥 这是还是 还是 哎呀 太 我看看 这个推荐几部上来的华语电影 这个 有可能 有可能 这部电影 初中时候看的凤威神作 长大后发现确实有些用力过猛 审美在不断提高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确实觉得他很不错 你成长了 旭亮这个 有点太啰嗦 是是是 然后我绝对是 这是我的最大的毛病 主要是说 我 我其实真的不是为了吐槽 是吐槽 是说 我想表达一些 我想去思考出来 我觉得在哪 但是我有时候 确实是没有办法把它找到 所以我就 想用跟 跟大家分享的方式 我总是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没把它讲清楚 所以就很啰嗦 好像 粉刺众生相的长视频还挺欢乐的 好吧 你欢乐 我也挺欢乐 全程认真听完 谢谢 真的还是 吐槽我的不够多 我是觉得没有引起这方 这些人的注意也是挺遗憾的 可能人家还不是很屑于跟我去对话 这个留言挺真诚的 觉得说 看到自己和自己观念不一样的时候 就有点不想看 前头就是说 我说那些外国电影好的地方可以 但是提到他喜欢的东西 他就觉得不想看 而且他还自嘲说 我是窝囊组的成员 这挺可爱 我能理解 其实有时候跟我们观念相差太大的时候 我们觉得何必 对不对 我们就觉得说 在最底层的观念都不一样 怎么交流了 算了吧 就不交流了 我填着什么麦克风 把阿波咽口水 扎巴嘴的声音都收得好清楚 我相信你不是真的想知道这个麦克风的型号 谢谢你的吐槽 真的没有太多批评的声音 但是阿波的其他观点我只能说无法赞同 就是我其实希望说 我当然知道 我没有必要让大家去赞同 我很多的时候我自己都未必赞同自己 我有时候说 就是说确实也有 好像为了再圆一个及时分享的一个观点 有时候说的可能有点过了 有 我未必完全赞同我自己所说的所有的话 但是我只是说说出来也没什么可怕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石井山万达广场 对我说成什么了 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说成八宝山了 农民党 这个我之前看过 太伟大了 肖申克 欧美圣经崇拜太伟大 这我记得刚发出来就有 我还回复了一下 首先我不认为肖申克的救赎 这个电影特别伟大 我还真的做了一期 专门我说 他当然是个好电影 毫无疑问 我觉得他能感染那么多人 而且当时我也曾经被他深深的感染 但是我后来也是说 我仔细想了 想他之所以好看 确实是因为 他有之前圣经上那些所有的铺垫 使得这个东西的意义感 特别容易让人接受 其实本身 圣灵所讲的一些道理 如果你真的仔细看的话 真的仔细去想的话 它不是一个科学 它不是一个factual的truth 不是一个表面的真相 不是一个物质的真相 但是它可能是一个moral truth 它是一个道德的真相 它是一个ethical的truth 它是一个spiritual的truth 是一个我们就和做科学一样 你做科学总是说我要假设在求证 我现在有一个假设 这个本身就是所谓的leap of faith 就是一个信心的跳跃 你是觉得说我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 我去做实验去证明它 我用数据去证明它 我用推演的方法 但那个假设在先 那就是信心 那就是信仰 这就叫hypothesis hypothesis 信仰就是说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我们讲到 就是说这个东西 如果涉及到真相美 终极的真相美的时候 涉及到跟我们生命永恒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 我们先把信心放上之后 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测试这个东西 看看这些信息和观念和这些东西 是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生命的 就是一个在证明的过程中 所以我的号不就叫序量soul神迹吗 大家看看我第一期的视频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soul searching seek God 我真的吐槽过 大家有兴趣说话 看看我怎么批评销声课的 我不是吐槽 那个时候我是真诚的说 我试图去想办法 讲出来 在我认为它不够好的地方 这个我还点赞了 这个叫呼尔兰的观众 其实我觉得我很欣赏 就是说他去讨论这个方式和我不一样的东西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 然后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人 我们身边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如果始终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对话 特别有意义 我还真的仔细看过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点忘了 我再看看 就是说 这还是对江云个人的这种 他的倾向的这种分析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真的 所以我说的看起来也没什么错 就是说我确实觉得让子弹飞和和样板戏是比较像的 在精神内核像是其实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的 对吧 这个我相信也是我和这位先生或者小姐女士保持一致的地方 说骂你骂的更狠 没有这个事情跟我无关 这个话我就觉得可能说的还不够准确 我不觉得我能够代表你所想象的一种观念的敌人 就说其实你并不知道我对这个世界的完整的观念是什么 我只只我能够跟您交通的这部分 只是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冰川上下的一上来的一脚 对不对 所以他至于说批判什么人 其实我也觉得你未必一定能够了解 然后他是不是试图去这么批判也是比较主观的了 但是我也未必就是站在你他的这个反面上 然后这个口你对电影的看法 以及上升到对所谓的恶善的看法 都完全来自西方基督教 极近代欧陆哲学的变经框架 而且你奉为真理不容置疑 凡恶必出于七宗罪 这个首先是错的 不是说凡恶必出于七宗罪 七宗罪是一个人给他的一个概念 七宗罪只是天主教早期的一些弦学家所总结出来的东西 凡善必是人性的光辉 恶必是出于人性弱点 但不是人性弱点 而是说我们得理解人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就说我们是不是 您承不承认 就说我们是有一些总是想去作恶的倾向 这个作恶未必是多大的一个恶 而是说像圣经新约里头保罗说的 说我身上有一个律 就是说当我认为什么东西是对的时候 我偏不去做 当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完全对的时候 我偏偏要去做 这个事情好像并不完全由你来去决定 甚至我们得用自己的所谓的意志去反抗这样的一种倾向 您承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吗 我所奉为的真理 其实简而化之 就是说我相信有创造 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说无端无故的就这样子去通过混乱形成的 就像说在地上捡了一个Apple Watch 然后我就直接相信 就是说这东西应该不是这些苹果的工程师做的 而是也不是说在中国的富士康里头做的 而是它就是一个随机的经过了几百亿年多少年之后 所有的那些零件就自己就配好之后 它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认为它这个是我们所在这个世界是后面是有智慧的 就是说我研究科学也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 所以我们才去研究 因为这些规律很显然不是我们去创造的 对吧 我们去研究地心引力量子力学 我们是在观察 观察然后去deduce或者induce 然后去推理 然后把它抽象化成一个我们能够去应用的一个东西 可是如果说它本身只是一个混乱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科学对不对 我人生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人是有一些绝对的真善美的标准的 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就好像自己的手册一样 应该去怎么样去活出来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实际上是有标准的 如果只是混乱的话 那就是老无所依里头的Anton Shigerd这样的一个必然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吗 你就认为有了定义概念的权利 如此不符合你定义的恶 便不是有深度的恶 左派框架里头所谓资本的恶 阶级压迫里的恶 在你那里当然是浅薄的 不成立的 革命者的善也是无脑的 这个话题有一点点大 我也不觉得说我们在这能够特别清楚的说清楚了 不是资本只是恶的 而是说我们都是恶的 就是说资本你多大算是资本 那你请问中产阶级如果存了一点点钱的话 那算不算他自己的一点点资本 那你说那些美貌的人 他是不是天生下来 他这个资本也是一种资本 他有的人天生下来就是智慧就特别特别大 特别聪明 然后有的人既聪明又美丽 又又长寿 又生下来又是家里头有钱 那是不是他的资本 那是不是这个资本 在人刚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 他是恶的呢 其实我所相信的 恰恰是说人生下来是恶的 但是不是因为这些外部的这些事情恶 这些事情是在人在堕落之后 然后因为我们种种的复杂的纠缠 我们毕竟还是一个集体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 事情就越来越恶了 对不对 恶和恶在纠缠 你当你说资本恶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其他的人都是无辜的吗 所以你才是陷入了一个 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善和恶 对不对 你是一个相对的 就是说这些人比较可怜 但是什么叫可怜 我不觉得说 整个的人类的社会 可以你给简简单单的 就是说把它分光谱 就是说这些就是资本 这些就是所谓的中产 这些就是无产者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最后是说公平公平 还他妈是公平 对吧 就是说大家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对了吗 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我不觉得我们在这地方合适 去做这个讨论 但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 这个基本的世界观 然后我也不认为 这个像你说的是这样的一个 屁股或者立场的问题 我当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把你当成是平等的人 我不认为说因为 我们有各种各种其他的不一样 有一些你比我强 有一些有可能 我也也许比你强的地方 但是你一定有很多地方 比我强的地方 我也肯定有一些东西 比你强的地方 然后我们仍然可以用 这样的一个方法 而不是说你是资本 就是一种标签 我确实是觉得资本很多的时候 它也是很多人 一起作恶的一个结果 那你说华尔街的资本 它的资本是谁的资本 难道不是说美国这么多中产阶级 都把钱养老金都放在那的一个资本吗 谁又让你给那个东西有意志了 是大家都其实希望说 我恨不得不要做什么 就能够有很多回报 对吧 我如果能不去做努力 我就能得到回报的话 我干嘛要努力 当你说到资本的恶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你心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恶呢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恶其实你也有一份 所以我认为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对世界的看法的本身 就是非常非常经不起推敲的 巴比所表达出来观点和思想都是正确 但是表达方式太过假正经 我有一点点不同意 看大家有机会看看我去对巴比的吐槽 看了一下这个up的投稿 国外的电影全是赞美解析 深度解读等等 到了国产这边就全是吐槽了 这有人已经帮我回了 至少我的终极吐槽系列中九部影片 外国电影中国电影占比是5比4 应该我吐槽外国的还更多一些吧 有时候只是没有放终极吐槽的标志 我妈的他那个什么 太多了 包括就说公认的烂片也好 有一些公认的好片也好 对吧 可怜的东西我没有吐槽吗 对吧 巴尔比 还有很多奥斯卡的那些提名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你也不能说那不是美国电影 对不对 国产电影我也夸过 对不对 像宇宙探索编辑部什么的 这个不是这样 我从来不是这么看待的 我觉得人糊涂都是一样的 就是西方人的糊涂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愚昧的也是差不多的 好也都差不多 我不觉得人和人差了那么远 你说人文明和文明 没有 那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 我们其实就是讲的就是真善美的标准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抛开了说 你什么地方能够让你抛开了说 什么地方就比较接近你真善美的可能性 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因为真理使你得自由 你看看自由的状态就表明了其实真理的浓度 有时候我是这么想 你越希望说是一个 我没有标准 反而有时候你就越没有自由 于是笑了 我不是别的不说 我很不能理解 你一口一个失望 一口一个逻辑 不通神 然后我一看你空间 毕生推荐 星球大战老 所以我释然的笑了 又一个释然的笑 笑笑挺好 明著和小说确实不太配放在一起讨论 还是要把话说准确了 小说里头也可以有名著的 名著里头也可以小说 这两个概念本身就 你在说什么 要想碰词想搞流量 我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说没碰上这个词 就是说我想搞流量 我真的只是想把我的这些看法说给你听 别一副装的不行 懂完了的样子 这个我建议还是你要把话说准确 懂完了 谁说我懂完了 还时不时冒两个英文单词 我可不只冒了两个英文单词 只会显得你low 我觉得你这个话实在是太反讽了 时不时冒两个英文单词 只会显得你low 这太经典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irony 这个真是你在反讽自己 你是蹦了一个英文单词 所以你就显得不low了 然而可能你还不知道low到底是什么一个来源 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 至少我还会愿意去了解一些各种词源的事情 比如说我说一些词 我说这个东西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讲解很多 比如说指环王的时候 我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成长点 这个观众有一点点需要成长的地方 这基本上都是和我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向左不向右 这个观众的名字 一看就知道 不是屁股歪了 就是不屑了解 近代史 不说别的 你要想来点真 这点 就是引号真 你说的历史观完全按史实不用点春秋笔法拍 啥电影都别想看 评论区多少说点有关的都被吞 实际上这种不自由 恰恰是因为对真诚美 没有标准之后带来的一个自己的捆锁 很多这种捆锁 是因为多数人暴政带来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审查 其实不是说那些在高高在上的人在审查 而是说 我们如果不追求绝对的这个标准的话 你大家就是以各自的标准为主 你这个真赛美 这个事情就只会成为一个政治的力量 然后互相去吞噬 因为你不允许讨论这个事 所以一定会形成就是说 一个巨大的集体去压制那些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的意见 这就是失去自由的过程 当你在一个事情上 你觉得说你可以压倒一次 你剩下来这些人 他自然就会扩张他的权限 他的权限就会渗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不只是说文艺批判 可是说方方面面 你应该怎么活 你应该怎么对待一场疾病 你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多数人保证来决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走上了这样的一条奴役之路呢 没有标准造成的 这恰恰是因为真赛美的标准 模糊了被自以为是的人定义 然后大家抱团取暖之后呢 忘记其实我们是一个个体灵魂 我们是自由的独立的 应该去去提升自己 而不是说天天指着别人 你提升别人 你们都应该成长 你们都应该去怎么怎么样 就自己不做什么 你放下自己的责任 然后混到一个集体里头去的时候 你说啊 这个是实际上就说我们只要人多力量大 我们人多就是对了 这就是你失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亮哥作为业内人士 首先我不是业内人士 然后凯文斯派系和取消文化这个事情 我在其他的很多视频里头 很扶皮潦草的讲到 道理是一样一样的 道理和刚才我说的这些多数人暴政 和一些肤浅的 没有标准的 没有真赛美标准的 只是说我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因为我是这个被压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他错的 我只要我指责他是错的 他就没有机会去 你不可以反嘴的 OK 闭嘴 因为你是男的 所以密兔运动就是这样的 密兔运动和猎物行动 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大家被一个简单的正义感 简单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 不去求真 而去求一个善 求不到的 真赛美是同源同体的 都是从上帝而出的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谈论什么东西最后都是悲剧 觉得你做这没有什么用 是也许没有什么用 我只是想了解更多的世界上的看法 比如说像您这样的看法 真问号 要让你明白 明目张胆的看出来 这电影能在你眼前出现 well again 就是为什么不能呢 我首先不觉得历史 电影应该负责去解释一个历史的真相 电影应该解释人性的真相 就是说当我们说到世界和内心的真相的时候 不是用来解释一个说 我们其他人是怎么回事 你能不能解释解释你自己是怎么怎么回事的 他不给人内心真相的东西 这个就特别可笑了 这是非常浅薄 就是说一看 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些情而上的事情 这是几乎是一个 节制一些 陈丹兴说这电影不行 是吗 我不知道 我陈丹兴说过吗 陈丹兴还是蛮勇敢的 至少就说他在 他因为他在纽约待了时间比较长 还是受到了一些 就是说觉得说天赋一些人权 表达这些有什么不可以 这东西会都不可以吗 他还是很多时候能够比较直白的批判 但是 我就不说 但是 不属于导演 我说说这个 星球大战才是最没有营养的纯垃圾 喜欢的人心理年龄绝对不超过十岁 本质就是哄小孩的奶头乐 还有五个点赞 是啊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 我是真的觉得星战的深度 实在是比较深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对人性 对甚至说你也可以说 他对大爱意识的观念的抽象 我就觉得比较接近我们内心真相 世界和我们内心真相 主观和客观世界 eventually总是要最后要结合在一起 你才能够觉得是自洽 否则的话 你说我世界是那样 我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永远都是一个 要么就不能够 其实就活不下去了 对不对 你就总是觉得 到底是世界毁灭好了 还是我毁灭好了 我们总会是说要要这个两方面都要去了解的 所谓的知行合一 这是王阳明说那些也也也也很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星战的那个道理啊 其实恰恰是在服务于就是说人是怎么样去堕落的 然后这个一个野心家是如何去慢慢走上他那样的一个位置的 谁应该负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而不是说简简单单是你看到那个他只是特效 那个是他第一层面的就是说所谓电影的美啊 在当时人家至少创造了一个那么新奇的东西 他当然是美的了 那其实他还有他还有这个对后对真善美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他还是在想就说到底Darth Vader他这个堕落的根源在哪 那就是不是一个不是你所说的说没营养 你这个论调啊和那个197几年的时候 人民日报的一个社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你们回收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说人民日报当时说星球大战表现了这个美国人民 对什么什么样的资本的不满 就是完全用一个那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那个事情 你看他那个文章能不能立得住 你今天再看起来会不会也能够发出释放叫什么释然的笑 对不对 那个才是应该释然的笑的地方 一直不敢喷 终于找到跟我想法一样的人 不需要 我觉得我也不一定我喷就代表你喷 我也不是说大家这些不喜欢这个电影的这个领头人 我也不想去做那样的事 我就讲我自己 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去敢于去表达自己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为什么要去 就是说我不喜欢难道还不能说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人的去讨别人的喜悦 别人也不一定会因为你和他想的一样就喜欢你 这是非常非常你在爱情中你应该都知道的 爱这个事情还是它是有一个原则的 它不是说我们是因为相同才爱 其实恰恰爱是因为我们不同 而且这个不同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 是我们必须得为那个不同而做出的一些牺牲 然后那个牺牲的互相的牺牲是因为我们都不够完善 牺牲牲最后其实指向的那个真善美还是爱 我们是为了爱而爱 为了圣洁而爱 为了牺牲而牺牲 为了牺牲而爱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的 抨击美国快餐大片 我现在看的就很少 美国有多少电影值得看的 没有多少电影值得看的 美国电影一样垃圾 我当然是很垃圾 我是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去攻击那些 一说人家就说他们是左BI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不要给人这样贴标签 其实左这个事情你能说清楚都不错了 是不是 在不同的语境之下 不同的讨论的范围之下 还是selection connection 你怎么去定义左 很多的我们不一定很多事情不同意的 你知道吗 我确实不能觉得说就和女权男权父权 你就简单的分成这样能讨论出来个鬼 什么都讨论不出来 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得进入这个细节 我们得掰开揉碎 我其实在对子弹让子弹飞吐槽的时候 我不是举了一些例子吗 就没有人去反驳我举的那几个例子吗 就是说你利用死人尸体的尸体的问题 然后你包括已经有足够力量 何必要去谈判的问题 这些 这些都我都提了 为什么没有人去说说这问题毛病在哪呢 那武志冲的那些场面不美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美的 你不懂美吗 你不懂美吗 就是 sorry 我今天又开始有点不节制 不过今天还好 今天是 这人就是个基督劳如不和周里不行的那种 我还真不是 这词太对了 一个电影能给你掰吃十个小时 很符合基督教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一个特点 有吗 你从哪里哪个眼睛看到 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什么东西简单 首先 把什么东西简单化 其实就是说 我在这么去回应的时候 因为这个事情可以说一辈子 对吧 就是说任何一个话 我们都可以其实衍生出来 就是你 我们说的这个词是不是一个意思 我们说这个词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范围是多少 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这个事情 我们谈论它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谈论它的目标是不是为了互相钳制 就是说我要掐死你 我最聪明了 你是傻瓜 互相贴标签对吧 你个左逼 你个右 什么基督 什么老儒 这个词你发明的 还是有品位问题了 说实话 美国有老白男 想不到还有老黄男 这种评价 咱们就过了吧 就是这个其实挺暴露 就是说你的认知水平的 还是你只会看到身份政治 就是说 identity politics 你就永远是以一个 好像这个世界是我们他们 敌人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谁是你的朋友 这都不清楚 评论区又有团建 真是绷不住 这就是很显然的这种 他不去思考 他只会给你贴标签的这样的一种浅薄的 我甚至我不认为左派的这些真正的左派知识分子会同意这样的人 这显然是他们的猪队友 我甚至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右派 就是这么回事 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我觉得那几个字任何带主义的东西 我基本上都是痛恨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能够满足很多人的一个wishful thinking 一说说这个主义 他听到一耳朵 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说我这是我的 我就归入他的麾下了 特别特别的 就是因为他拒绝去在个人灵魂层面上进行思考 他只会在集体里头去抱团取暖 这个后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有含量的东西了 我实际上是挺失望的 就是说我不认为我这个事情做到了我想做到的那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没有进行那样的一个有意义的对话 好吧 也许这个电影就完结到这儿 今天再一次非常的抱歉 很不结实 再见